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年轻世代参政方式就是不一样。 高雄自昨晚到今天清晨大雨不断, 激进党多位高市议员参选人没在屋内躲雨, 却跑到水晴中心见习,聆听与了解是否房穴会议内容。 时代力量高市议员参选人则关注公共场所品质与相关灾情, 并提出改善观点,这场雨来得又快又急, 却更激起这群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。 激进党高市议员参选人陈百伟,三民区,洪正, 齐金谷山严城,立心汉,左营男子, 昨傍晚突然现身高市水晴中心, 三人虽揣住激进党背心,但从头到尾静静旁听, 以最简单的方式传达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, 三人是厚小柱对媒体说,单纯来见习, 想多知道一些是否防灾应变运作措施, 令铭基进党市议员参选人李宇珍, 凤山区,昨晚第一时间通报凤山区自由路上多面大型选举看板青岛事故, 并以此批判部分参选人没顾及市民安全, 及选举制度对资源匮乏的年轻人不公角度, 也让外界见识新时代的火力与效率, 时代力量高是议员参选人林于凯, 三民区,则关注公共场所品质与大雨灾情, 他在脸书提到车站漏水,火轮搁浅等及时状况, 以很贴切的观点跟关心, 表达对不同议题的看法。